2023年7月21日 西太平洋扬面生成了名为杜苏瑞的风暴 并于四天后逐渐增强为超强台风 沿途登陆菲律宾与中国两国地区 对两国地区和人民都造成了极大的直接与间接的经济损失 甚至还有民众伤亡数字出现 而就在7月27日 杜苏瑞在河北地区上方与冷暖空气发生碰撞 更是引发了河北省历史上罕见的极端暴雨天气 造成的影响之恶劣 破坏之严重 使其轻松入选了2023年度中国十大自然灾害之一 河北受灾后 全国范围内都响应了积极救援 可谓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而在这期间 一份李那同志向河北灾区捐赠善款的证书 被河北省慈善总会曝光 当人们看到上面的捐款金额后 都不禁对其肃然起敬 那么李那到底向河北灾区的人民捐了多少钱 他的近况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李那不愧是毛主席的后人 无论身在何处 在什么位置 都能尽心竭力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心力 2023年7月27日上午八时 河北省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强降雨现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整整六天时间 直到8月2日上午八时才基本停止 全省平均降雨量为146.2毫米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从2023年春季河北省气象局所发布的降雨量统计来看 河北省春季的平均降雨量为102.9毫米 比往年整整还多出了43.5%左右 也就是说 河北省往年的春季平均降雨量 只有70到80毫米左右 这次强降雨的数据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不出所料 如此令人压抑的降雨量 自然也带来了河北省多年未遇的大型洪灾 上一次还是在1996年8月 在河北省中南部发生的特大型洪水 截至2023年8月10日 经过有关部门初步统计 河北省此次遭受洪涝灾害的人数有388.86万人 因此次强降雨所带来的洪灾 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29人 事后统计因参与环流影响 而死亡与失踪人数总共达到了154人 经济方面 河北全省直接经济损失 就达到了985.1亿元 因参与环流造成的经济损失 便有1873.1亿元 这些数字都真实地反映了 河北省人民所面临的困境 截至8月11日 国家先后也通过中央财政局 紧急调配了77.38亿元防汛救灾资金 用于维持河北省人民的正常生活 知晓这一情况后 已经83岁高龄的李那同志 当即来到了河北省慈善总会 捐出了自己的1万元存款 他的这一举动 让许多熟悉他的人都不禁潸然泪下 因为李那平日里生活简朴 1万元对于他来说 已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晚年的李那体弱多病 常常失眠 四肢无力 后来出行基本都要依靠轮椅 照顾他的人只有丈夫王景青 而家中的一切事物 基本上都压在王景青的身上 王景青与李那平日里生活很是简朴 家里都是老式的装修风格 一日三餐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淡 据说一到冬天 李那的家里就会备上很多大白菜 用以腌制酸菜 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肉时 每次也总是只买一点点 弄得老板经常无从下刀 李那同志的生活虽然朴素 但他在慈善方面却毫不手软 每逢国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 他都会捐出一部分家用给灾区的人民 他经常说 我和其他人一样 都是祖国母亲的一份子 这些都是我应尽的义务 如此高尚的情操实在是令人称道不已 但在李那的心头 或许一直都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 用以归正自己的言谈和行为 每当李那面临选择时 或许他在选择之后会这么想 如果是爸爸的话 一定会这么做 从成长历程来说 李那算得上是十分幸运的 他是毛主席唯一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十分受宠 上面的哥哥姐姐同样也很爱护他 1940年8月3日 李那出生于陕西延安 他的母亲是毛主席的最后一任妻子江青 李那又是江青的独女 所以李那也就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毛主席最小的女儿 这一点从年龄上也能看出 李那出生的时候 毛主席已经47岁 都快到至天命的年纪了 他的名字和姐姐李敏出处相同 曲自《论语》中的李人篇 即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 意思是君子的言语要谨慎迟钝 行动则要敏捷迅速 这些话里也蕴含着毛主席 对两个女儿的殷切期望 要少说多做才是正道 言归正传 这么小的孩子 再加上父母亲对他都很疼爱 甚至都不忍心把他送到保育院去 于是李那就在父母亲身边 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直到青年时期才逐渐离开父母 李那也是毛主席的孩子里 唯一一个在成长的所有阶段 都有毛主席在身边陪伴的人 这或许也是因为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 李敏被送到了苏联陪伴贺子珍 毛岸英和毛岸清兄弟俩也在苏联 毛主席的身边只有李那这一个孩子 由于一直待在毛主席身边 所以李那的爱好和审美 深受父亲的影响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俄国文学 都颇为喜爱 毛主席在空闲的时候 还喜欢带李那散步 叫他认字给他讲故事 1949年三大战役后 全国局势大定 以蒋介石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 已经无力回天 环境趋于稳定 这一年年初 李敏回到了毛主席身边 于是毛主席带着江青 李敏 李那搬到了北京居住 并且还将姐妹俩都送到了玉英小学就读 后来二人都先后考上了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李敏要大李那一届 在上大学之前李那的回忆里 毛主席自己给姐妹俩编了一本教材 里边都是他自己选编的诗词 据说装定了有好几本 每个孩子都有一本 李那在回忆这段时光时 曾经说过 四大名著里 父亲最开始让我们读的就是水浒传 因为故事简单而又引人入胜 其中蕴含的道理 也是最影响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 之后就是 《红楼梦》 《三国演绎》 《西游记》 跟各类诗词歌赋 1958年 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第二年 李那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姐妹俩双双进入北大学系 一时间传为美谈 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 李那被分配到解放军报 处当编辑 化名销利 那十年开始后 李那在工作单位 积极参与报社的工作和活动 并且自1967年1月起 担任了解放军报的组长 后来相当于总编辑 之后 由于李那优秀的表现 他被调到了中央工作 直到1970年的时候 才被外派到江西五七干校 进行劳动锻炼 也正是在这里 李那邂逅了他的第一任丈夫小徐 按照江青的想法 自己的女儿要找 肯定要找一位优秀的高干子弟 但是因为毛主席有言在先 希望自己的儿女都能找普通人结婚 这就让江青犯了难 经过反复筛选之后 江青将目光投向了浙江美术学院的 学生张永生 选中张永生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身优秀 更是因为他二十出头的岁数 年纪轻轻 就在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中 崭露头角 当上了那里的副主任 1967年 江青曾经在中央会议上见过他 当时张永生作为浙江的代表 其发言与做派 给江青留下了较为良好的印象 为了让女儿李那 对张永生有个好印象 江青可谓是煞费苦心 他先是将张永生喊到钓鱼台去 又让李那出去招待客人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 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 接触上了 因为是初次相见 二人都比较拘谨 所以彼此印象都不算差 这时江青在出面见张永生 其用意已然不言而喻 但是后来张春桥 在单独约见张永生 请他谈谈当下的革命形势之时 却发现这个人独断专行 目中无人 老辣的张春桥 遇见到了他在浙江省的工作 恐怕也无以为继 这样的人自然没有未来 听了张春桥的报告 江青也就随之打消了这个念头 1970年 李那在五七干校 认识了一位姓徐的年轻人 他是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 工农家庭出身 虽然文化程度有限 但是眉清目秀 性格优良 还小了李那几岁 30岁的李那 感受到了父母的催婚压力 再加上父亲一直立主让他自己做主 他也就索性按着自己的想法来 也同时遵循了父亲的意愿 找了一个普通人结婚 起初江青还很反对 但是后来见李那和毛主席都满意 他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新婚当天 毛主席送来了一套 马克思列宁选集 相赠 不过两人认知上的差异 最终还是没能让这个家庭维持下去 最终二人选择了离婚 然而此时的李那却已然孕育了孩子 可他依旧选择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1973年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李那被任命为中共评估县委书记 和北京市委副书记 但由于身体原因 李那一直无法走马上任 仍然留在北京养病 欲寡欢 此后 李那带着孩子过着辛苦的生活 还因为生活困难 向毛主席请求过帮助 当时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 各批了八千元 给两个女儿改善生活 这才让李那渡过难关 后来林乔夫妇将王景清介绍给了李那 二人最后洗劫良缘 并一直相伴了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里 李那在王景清的照顾下 一直深居简出 就像是中国无数个普通家庭一样 过着平凡而忙碌的生活 他们的朴素 也凸显了现代社会浮躁的生活气息 值得当代年轻人品味与学习 看完这段有关2023年 李那向河北灾区捐赠证书曝光的往事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